这位同修他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有位年轻同修也经常听老法师的讲经 但他试过认诀的念咒比念佛 令他更能辅助烦恼 他是否能把念咒的功德回向到西方净土 也能最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时等念咒念到彻底辅助烦恼了 再转为念佛 是否他在念佛时又不如法之处 念咒详 他这个问题就在《无量寿经》上 《无量寿经》三倍往生 这一篇经里头有四段经文 前面三段是讲上倍中倍下倍 那是专修净土的 最后一段不是修净土的 修学大致 修学大臣 修也是属于大臣 但是修学其他法门一定要回向 他念咒回向求生净土 那就对了 跟《无量寿经》三倍上讲的完全相应 所以不必改念阿弥陀佛 就是念咒就行 他能够降服他的烦恼 能得清净心 这是他过去生中 与密咒有缘 过去生中念得多 这一生当中 借助在念有效果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 有愿心的求生净土 借助在简直辑 车在简直辑